因为前几天还帮朋友看票 然后点进去 一万多两万多 无论俄罗斯遇到什么困难 中国人民始终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希望中国部队早日出兵 战胜西方国家 中国有几个亿普京的粉丝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巴九 昨天中共他罢国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音乐厅遭受了恐攻 将近140多个人 S200多个人受伤 画面太恐怖了 大家可以上推特去看 而普丁第一时间就甩锅给乌克兰 即使IAS已经承认 是他们做的 跟乌克兰没什么关系 但是普丁还是执意要把罪怪成乌克兰 并且把先前对乌克兰的入侵 当时定义为是军事特别行动 现在他就说 我要把这个升级成全面ZZ 这是粉红常说的嘛 ZZ 而美国情报机构 早在3月份就提醒了 包含美国的国务院 还有美军 也公开对普丁喊话说 莫斯科地区近期会出现恐攻风险 我除了呼吁你之外 我也要呼吁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近期 不要去什么演唱会 球赛或是体育馆的一些活动 避免参加这种集会的活动 白宫在3月初也多次借由 跟俄国的外交管道 警告他们 IAS最近正在计划对你们进行攻击 结果普丁当时就痛骂西方各国 散播不实讯息 说你们这个行为是 破坏俄国的社会团结跟分化网 当然不排除 普丁他也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也掌握到了这件事情 但他就是刻意要让这件事情去发生 我不去阻止利用这个事情 顺便再借刀杀人 各方有各方的利益 你IAS也取得你的利益 对吧 那我也要从这件事情中 取得利益是什么呢 可以甩锅给乌克兰 所以看来美国情报机构 确实很准 记得两年前吧 美国当时也在1月中2月初 说过 俄罗斯即将入侵 尤其是普丁参加完东奥之后返回 准备要着手计划了 对吧 所以美国当时就通知很多 这个乌克兰的侨胞要撤离 对吧 台湾当时也提早撤离了 也发出了旅游危险通知 结果当时一堆小粉红 跟中国大V 还有中国官方 都说美国吃人说梦 造谣 造成大家恐慌 结果最后证实了什么呢 现在小粉红又在甩锅 说啊 这肯定是美国害的 美国策划的 好啦 看你们的文宣 哪次不是美国害的 文革也是美国害的 对吧 有些小粉红也说啦 你美国 你通知了没错 但你怎么知道呢 你肯定是主谋嘛 既然你这么牛逼 你怎么不算出来 直接讲在哪个音乐厅 几号 几点发生的呢 看来美国也不过如此搞笑 人家也知道 美国已经公开讲 时间地点哪 那他会不会换地方呢 那换地方 是不是更加保密 你又更难掌握的呢 你当对方是NPC啊 跟你一样无脑 然后呢 美国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又说 美国你不挺牛的吗 怎么这件事情 你都不知道呢 哪次不是这样 反正美国怎样 都不能赢中国 中国就是要赢 而在这件事情之后啊 一堆中国留学生逃命 买机票回中国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因为前几天还帮朋友看票 他要回国去考试 然后就 现在又看了一下票 上面虽然显示 你看只有两千多 然后点进去 一万多两万多 一段时间呢 看是网版机票 才四千来块钱 现在光单程 这要六千多 一万多两万多 今天还有五万多的 我天哪 真的也太离谱了 五万多 我虽然是头等层 但他也没有经济舱了呀 一张机票涨了好几万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了 每次中国留学生在海外 遇到一些问题 被当韭菜割的时候 也没有免费撤调 打电话去大使馆还被骂 请你们自己想办法 航空公司又趁机 大涨机票 又说这个 大家都中国人 中国人 不坑中国人 中国人 不骗中国人 你们该不会都忘了吧 几次了 几年了 今年过年 还记得吧 连你们自己国内 谁多人从海南 三亚那边要买机票 回新疆 回北京 回上海 当时机票涨到一万多块人民币仓 换算一下北京到莫斯科的距离 跟南亚到新疆 南亚到北京的距离 一点都不贵 中国人均可是几百万美金的 怕什么呢 而中共官方也表示谴责这种行为 结果有部分的中国网友学 中共平时对朝鲜 而我阿富汗做错事的态度 重新来诠释一下 该怎么来洗地 不要谴责 要劝和促谈 IS的命也是命 都应该互相尊重 希望双方保持冷静克制 不要火上浇油 拱火地刀 尊重双方的合理诉求 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失控 尽快回到谈判桌上 用对话的形式和和平 解决分针 恢复和平 对 双方要以和平安定为重 建议坐下来详谈 各自提出自己的诉求 协商解决 为世界稳定大局 做出担当 每当中国的好兄弟做出一些坏事的时候 中国就是这样洗地 当美国啊 其他国家中国就不是这样 严厉谴责美方 严厉谴责英方 严厉谴责台湾当局 我只想说 发生这种汉事令人惋惜 但是乌克兰人民 天天在遭受这样的状况啊 俄国人民其实多数对 这种对乌克兰入侵是无感的 尤其是远离俄乌边境的俄罗斯人 他们啊 有些人甚至是非常支持 或是无所谓的俄国要不要入侵乌克兰 关我屁事 说实话确实如此 如果反战的人 很多越来越多 即便是坐票 动用关系 普丁不可能八十几%得票率再次当权 当地早就持续抗议 大规模的天天 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只有少数零星 在做这个事情 当然啊 我们一些反共或是这个支持民主自由的一些媒体 总是会把那些俄国发生的少部分事件啊 轩然成 诶其实俄国人民都讨厌普京 这种大可不必哈 我知道在中国或是俄国也有一些人在反对当局 但再说一次 少数 少之又少 再说一次啊 即便是独裁国家 它的基础还是民意 民怨如果已经高达50%到70%的人不满 那其中 就会有警察系统 军方系统出来 夺权叛乱 或是以其他内部形式 去取得政权 不然你以为希特勒是怎么诞生的啊 当时一堆人其实也是拱着他上台的啊 但他好像这个摇摇欲坠 快倒台的时候 大家各个重判清理 为的是什么 为了避免自己被清算 但为什么会希望希特勒上台 因为希特勒当时带领着我们 伟大复兴 所以你说到底是不是全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问题啊 我只能说每个时代的领导 跟政权上台 都是当下大部分人民的缩影 跟他们当时最想要什么 所以当这些无关紧要 或是 甚至支持乌克兰入侵的这些 人民啊 他们体会到这种可怕 你认为他们会反思啊 我们国家在对乌克兰人民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们会意识到这点吗 还是他们会更加支持普丁入侵 因为普丁说是乌克兰的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即便如此 还是不仅小粉红对俄爹的崇拜 跑去俄国跟当地的人表示 跟那些学生表示啊 中国好几亿人是普丁的粉丝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短片啊 无论俄罗斯遇到什么困难 中国人民始终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OK 我希望中国部队早日出兵 战胜西方国家 只要法国出兵 北俄出兵 我们中国就出兵 中国和俄罗斯在一起 把北俄打败 把法国打败 因为我是普京的粉丝 我们中国有几个亿普京的粉丝 所以我们对普京都比较崇拜 然后中国和俄罗斯的感情也比较深 所以一定要支持俄罗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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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加油 然后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啊 拜拜 拜拜 好上学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OK 俄国年轻人也是爱党爱狗的 也认同要打败欧美 我是这样觉得啦 中国侨胞要站出来呼吁俄国修法 缩短中国配偶 入节俄国的时间 然后大量中国人民移民过去 虽然俄国不允许你们建立唐人节 跟China Town 但无法你们都得人过去呼吁修法 毕竟你说的嘛 都民主自由嘛 对吧 不修法就是歧视咱中国人 藐视中俄友谊 你们有选票就可以让普丁 每次都100%得票当选 跟圣上一样 最后啊 以你们中国庞大的人口优势啊 让俄国各省纷纷独立 然后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大复兴收复了领土 昨天啊 我继续看了Netflix上面的三题 上面有一段剧情是这样的啊 曾经在讲台上打死自己老师的女学生 后来啊 被放去上山下乡运动 虽然上山下乡这个概念是1950年代就有出来了 但是啊 这些小红卫兵啊 年轻人啊 大量的回来参加文革 而在茅盛上文革取得重大进展达到高峰的时候 茅盛上就把这些年轻人啊 再浅散回农村区 在1968年更大力的宣传 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区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非常搞笑对吧 你在文革中已经把一堆高知识分子 海外分子给A死了 然后呢 你在让这些没脑袋的人回去在教育农村 当然随后 就是一连串的什么一打三反啊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啊 对吧 那话说回来 茅盛曾经把自己老师在公众场合下 S的女学生 她右手不见 还说啊 是因为自己干这个农物啊 干农活啊 太劳累太粗糙嘛 这个手受伤又有伤口感染了 对吧 所以要这样子 而且这个女学生啊 灰头土脸的做工 中国已经是新时代啦 我们已经建设伟大新中国啦 但她不后悔 把自己的老师给S啦 她也觉得自己不需要道歉 因为啊 我如果跟你父亲道歉的话 那谁要来跟我的不幸道歉呢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样会把我的老师给弄S 因为啊 你们是权贵家族 你们有大量的知识 你们有知识在那个年代 就有机会翻身 就有机会成为中产 甚至有钱人 但我呢 我没有脑袋 我出身卑微 我没有那个资源 我也没有那个管道 让我去变成你这样的人 所以我恨啊 我一样会把你们弄S啊 我想问一下 现如今的中国 尤其是农村地区 是不是还有很多 类似这样的概念 你往上拉 我就把你弄下来 我就羡慕嫉妒更恨你啊 尤其是在这种 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过不好 你也别想过得好 你有福利是吧 我没有福利 我又把你福利也弄没了 大家都谁也别想好过 相信你们自己心里有答案啊 我这里就不用再多说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帮我封锁 我是爸 下期见了 拜拜